搞不好泰山人家有機會 我們可以一人開台車會去 那你要開這台的開山間 媽媽 講半天你還是要叫我開這台 沒有我在問你 我在詢問你的意見好不好 我的意見會被採納嗎 有可能 你也知道本公司是一個很有制度的公司 是的 我跟你講今天除了要去藝能那邊檢查 加了很不意外 順便約了一個網友 看我們影片的本職約在藝能那邊 無車 無好 一減十五分 哪要減十五分 我想說是約在藝能那邊要幹嘛 你看這個時代就是注重效率 一次去 多個願望一次滿足 去又檢查車 如果有機會又可以欣賞一下藝能的車 然後又顧了車 然後又輸 輸 去小鈴鐺遊樂區 輸壓 跟劍達出氣站 勤去彈一樣 欸不是出氣彈喔 現在講劍達出氣彈就代表年紀太大了 現在是劍達勤去彈 好不 齊去彈 騎去 齊去 不是情去 那邊太快 多個願望一次滿足 等一下就去 鼓一台雅歌 我跟你講雅歌沒有關係 雅歌沒什麼 1999年的雅歌 K9哪有什麼 這麼老呢 3000的 我就是喜歡3000 沒這麼好講 我都已經開這麼便宜的K9 我幹嘛不開3000的 3000的沛沛又好 等一下 載大家看一下車漂亮漂亮 不漂亮我就沒辦法了 搞不好泰山等一下有機會 我們可以一人開台車回去 那你要開這台的開山間 那你要開這台的開山間 不然天你還是要叫我開這台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我在問你 我在詢問你的意見好不好 我的意見 我的意見會被採納嗎 有可能 你也知道本公司 是一個很有制度的公司 是 對不對 學長學弟制 加帝王制 學長不大級 對 學弟不要講太多 學弟意見不要太多 但是我們還是這個 聽一下 對我們還是會 意思一下還是要問一下你的意見 你這個車你開開多少 開大概五個 啊你開什麼車 話於一一一一然後背 欸你跟我說旅程座的 幫我坐 那你目前你覺得開起來 這次這樣還好嗎 我還好啊 嗯 我知道那個 雞油燒的味道 他就說三萬 我跟你講開那個價格是這樣 你不要修還是 因為很難修啦 V6已經 因為它很密 所以不好修 喔還有腳踏車欸 等一下我 繞不到用 其實後面這樣還蠻大的 很大欸 對啊 不是他這樣把椅子往前 都往下計程車 哈哈哈哈 尷尬的狀況 這個回來 要救也不是 不救又 這個行照 可是你的雙證件 到你當地的監禮才說 你要補發 汽車心領牌登記書 15塊錢而已 那你補發出來以後 你有行照領牌登記書 再給你 加上你的身份證的影印本證版面 寄給我 我在那邊我當地 我收到你的 我忙就可以幫 大概就整個流程是這樣 那重點就是 6月12號的3.30分 這個車子超級的 也就是說這個時間點之後 其實你拖子在你場 會有任何的違規簽證明信證 就是 有合約來證明 那里程數我也幫你登載這樣 你交給我18.5萬公 那為什麼要登載喔 大部分車上不登載 原因是他如果調錶才可以 拿模糊上 我跟他買的時候 就是8萬5的 不做掉 然後你就說 哪有我給你的時候 然後大家去保養 通常都是 車上賣給下一個 調完票賣給下一個 下一個發現 然後告我 我就說我跟你買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 所以其實登載 不是在保護你 你也在保護我 不過我剛剛有幫你上 那個監獄戰場 是沒有任何 那沒有問題 你幫我寫過賣放的 不知道沒有 他朋友 去年有跟我買過兩個人 他鄰居 有跟藝人買 Smart 對 世界真的小而已 沒有多大 本人賣車給 本人賣車給 以後他女兒要 帶副車又來找我 如果我還活著的話 還沒倒的話 那再麻煩你幫我去保護 認證就好了 這樣你就公開 是買的誰要出證件 我跟你講他這個是 經理站規定 新的車主你要雙證件的證本 比如說你跟我買車 你就是雙證件證本 那你賣車給我 你只要贏一本就贏了 正確你也要雙證件 可是因為我們加入汽車公開 所以我們多花大概三四百塊 我們可以用雙證本過 就是我們的成本會增加 如果為了要省三四百 就會變成你還是要正本 可是這樣會造成大家很麻煩 你又要補證件 然後又要正本 開始 好啦謝謝時間 謝謝 還讓你跑一趟 好我們去準備那個 遮疊腳踏車 他要騎回家 他早有預謀了 他已經確定你問你 對他車開來就沒有要走 現在有的是流行那種 兩個輪池這樣 喔對啊 我都覺得那個會出車禍 好啦謝謝啦 那就保持聯絡 謝謝你 學員再相見 謝謝謝謝 掰掰 小心喔齁 史上最淒涼的結尾 欸太陽下山了耶 對啊 這樣也搞一天了耶 喔搞得滿真大 你都黏的 有沒有 這個T字型地帶都油光了 好的 好那今天我們就把Smart 留在藝能這邊 然後之後我就給藝能一個禮拜的時間 看他能不能賣掉 一個禮拜沒賣掉 我就要把他開回去 我賣掉 好不好 然後今天我們就開這個 新買的在雅歌回去 在雅歌齁 其實我是因為很可惜 1999的雅歌 3000的 這個其實沒什麼殘值 那車主也覺得很可惜 因為他整個壓縮機啊 冷排啊 整個冷氣的系統 他都上個月才剛換新 然後我看輪胎 胎比也都很輕 因為他有小朋友 所以其實基本上 這是家庭用車 你也不可能有 危險性的東西不修 所以他就是定期 就有在維護保養 那再來一個 目前我看到唯一 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漏肌油 漏肌油 不是啦他不是漏肌油 是漏油 我聞到那個味道是 他的肌油滴到排氣管的那個臭味 喔喔 他這邊露營嚴重啊 啊因為他說 他去之前的那個保修廠說 這個漏油修要大概三萬塊 所以他就沒修 他講說漏油 所以這個是要修引擎嗎 那引擎要吊起來啊 你看 有沒有這邊露營嚴重啊 下面也都是油漬的 喔對 下面就是 然後皮帶的話 這條新的嘛 皮帶這是新的 對啊 然後下面這個是舊的 這個也可能都要換了 這也是舊的 發電機皮帶舊的 你要看他引擎傾斜的角度 嗯 所以他的V是這樣子勤的 對 三缸他另外一個V在那邊 所以他勤那邊 所以他勤那邊 所以他油從這邊下來 嗯 所以你看發電機才會 有有有 另外一端就是 這邊 排氣管那一邊 所以他其實兩邊都有漏 對兩邊應該都有 應該不可能只有這 對只漏前面而已 好一般漏剩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他的方向盤 狀況不是很好 對 那椅子就是上下車這個地方 他這個當時有定速有電動的 有天窗的 好那時候美規的 喜美亞哥都有定速 他的定速系統很特別 他是坐在那邊一刻 前 HONDA的電話開關都坐在這邊 嗯 一個就是翹起來 一個就是全開這樣 那這個定速就是 你開到一定速度 就直接按下去這樣 沒有你先開啟 先開啟 然後這邊設定 哦 對然後我看車是沒有撞 他里程度是18萬5千公里 然後我有去查那個監禮網站是準確的 那反正這個一看就是一個家庭用車 然後他有加裝一個平衡 造車顯影 最後就跟他成交2萬塊錢 那我在想2萬塊錢回來 我們把漏油的東西弄一弄 外觀的話 可能不會花太多錢 你要使勤乾淨 哈哈哈哈 請問我報告 對啊 哦 然後引擎蓋這邊 這邊小點 那都小問題吧 對啊 我們大概就簡單清一下 可能賣個 看啦 看整體玩多少錢 小賺一下 賣個八萬五萬這樣 如果要用漏油的話 如果不漏油就賣便宜一點 如果有漏油不弄賣掉很奇怪 對啊 不一定啊 有些說我回去自己弄 對不對 搞不好練武器材 回去自己把V6已經吊起來 然後自己就換了 也不一定 還是他那個 李金布的三千公的 像像像 在開修理場面 搞不好回去修的 我很喜歡這個車啦 因為這種車 我都講了 我都開K9的 當然要開V630 嗯 等一下我們回去測試一下底盤 然後開一下 人氣是一定冷 抗修好 抗修好 對啊 回去再看一下這台車怎麼整理 那也非常謝謝 這個 徐仙這位熱型的網友 他朋友跟我買車 他鄰居有跟藝人買車 然後他自己看我的影片 看來看去 世界都那麼小 把這台車放給我們 我覺得 這台車應該算是福裕的一種 為什麼 因為漏油是浩材啊 你不能要求人家20年都不漏油吧 泰山那台媽媽10年就漏了 而且用噴的用爪的 噴油就算了 那媽的還可能會賴在那邊不想走 噢對 對不對 所以人家20年的車漏油應該合理吧 整理一下又是一尾活龍 好 今天的影片就在這邊 下次見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掰掰 回台北啦 騙他夠衝有沒有 騙他夠衝 以前雅各的西部門很難的 你覺得有點蠢 不知道誰發明 幹嘛不能放在後車廂 對啊 或者是這邊椅子底下 噢 附近很多椅子底下 你放在這邊媽裝飾喔 不用放東西喔 就是放那個 我跟你講這台車又有一個 我很喜歡拿著跟那個 B-Link的一樣 在地表板上放 做一個平台 可以放煙啊 對啊 放什麼 放手機啊 這真的是一個很偉大的發明 有些人齁 像我上次那個 Muster啦 他就在這邊裝了一個 抬頭顯示器 然後一反射 剛好反射在 你不要在玻璃上 所以你就從那邊 以後可他死說 可是問題是 也有一個盲點存在 顧名思義 它叫抬頭顯示器 就是應該要這樣子看 你不應該低頭 然後他把抬頭顯示器 裝在低頭的地方 所以就變低頭顯示器 低頭顯示器 對 雖然他很聰明 他反應在這個儀表板上 可是這樣就變低頭顯示器啦 因為抬頭顯示器 存在的意義就是不讓你低頭 對啊 我跟你講當初 這個只有 3000cc也有 我本來想要 開高溫一點 就看已經26度 26度已經 算設得很高 可是我覺得 你看簽沒有起屋了 對啊 簽 欸這大熱天啊 起屋是神小 瞎餃 欸養生館欸 既然在塞車 不然我們就開養生館好了 越豪美 越太美他朋友 哈哈哈 越豪美 儘管在危險 哈哈哈 越豪美 2 2 1 1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